我們由新一集的《辛亥百年華滄桑》 前卿 我們今天中間有一位嘉賓 年青學者 麥先生不在 我們先找這個 取代 這個剃補方案 我純粹扮演一個學生的角色 來問問問題 怎麼稱呼 這位是陳志弘 不是陳志弘 陳志弘 弘大的弘 弘遠的弘 是中大的通識教授 導師 將來教授 自己介紹一下 新來新豬肉 我本身也有在通識科做一些教學的工作 希望接觸多些不同方面的知識 雖然我本身不是說歷史方面是我專長的 但是對近代的歷史也很有興趣 想扮演一個學生的角色 可以看看有什麼對話 是問問問題 其實其實陳柑士 對三文珠很有研究 本來應該 Skyос Sword 上個月 tiếng 這個月是初 跟中國文化協會 實在心構 認定了他三文珠讀書班 但叫這個名字 太古版 報名大概有九個吧 最後人數不是那麼多 原意是希望可以做一個穿針引善的角色 我不是什麼專家 但我覺得可以有一個平台 讓大家重新反省一些很傳統很舊的概念 一說到主意 有些人覺得腦子掉牙的東西 今天還會有人說主意 但是主意這些東西 其實有些東西很無形中 刻在腦海裡面 主意思想 其實最嚇人的地方是要讀書 讀書班的人覺得 要不需要 要考試 要不需要拿著本書來讀 名字可能會有些問題 我們將來再改進一下 我想要看有沒有更好的時機 讓我們再做好一點 中國文化院會方面都很支持這個課程 雖然搞不成 日後我們再找機會再搞 陳博士就好像 除了我們今天 首次亮相賣Radio 你也好像是另外一個友台 也有支持的 也有 所以忽然之間可能會 可能會比較 比較雜 又說一下這個神秘之夜 是吧 我本身專長也是在科學方面 但是同一時間 其實我自小也是 很喜歡留意一些 尤其是關於中國近代 中國近代科學的路是怎樣走的 所以我從這條路走上去 希望他更多認識中國近代歷史 神秘之夜 我講過節目內容 我沒有聽過 有些節目我也有聽過 北上彭道 我有聽過 二十一世紀 藍皮士好像停歸了 八月最後一集到現在還沒有開 還沒有開新的項目 神秘之夜 我一聽下去 很多人聽下去 是否說一些怪力亂神的東西 或是外太空 那類東西 其實就是一個節目 我發覺那個節目 為什麼他們這麼受歡迎 其實就是 他給大家一個很不同的角度 去思考問題 雖然可能有一些 似乎是比較離奇的 但是我們可以有一些離奇的角度 一些比較科學的角度 也有 我想比較適合 現在我們這種學習的態度 無論你是什麼的學科 你都可以能夠介紹給聽眾 一些不同的角度的時候 我都覺得是一種挺好的經驗 所以我聽到神秘之夜 是不是很多這些古靈精怪的東西 匪夷所思 又很難解釋的東西 大家就可以各取所需 當然有人會提出一些匪夷所思的 陳博士可能用比較科學的角度去切入去 如何分析這些所謂神秘的事件 沒有人是專家的 不過最重要是大家有不同的方法去taste 從各種不同的角度去看一件神秘的問題 有人用一些占卜星上去看 有人用一些自然的天文去看 有人用一些很科學的東西去看 不過先說明 今天我一定是一個學生的角色 很明顯這樣說 坐在這裡 每個人都是老師也是學生 包括我 我也是學生 不過我也是老師 因為我也要講一些話給別人聽 也不能錯 在我們實際的節目內容開始之前 我又要買廣告 因為都連近中華民國建國一百年了 一連串的活動 我在這裡也公佈一下 如果有朋友有興趣的話 都歡迎參加 7號晚上 神州青年服務社會在荔郭村 一間酒樓辦聚餐 深水埗的荔郭村 那間叫什麼酒樓 我都忘記了 總之只有一間酒樓 荔郭村只有一間酒樓 有興趣就來參加 大家高興一下 每位收費我們最便宜 一百三十元 好了 7號8號 8號會有一個叫龍之夜 龍之夜 就會在北角的陳樹渠會堂 這個龍之夜 其實在97年前都搞過很多年了 今年都租逢很多地方 都不太願意租的地方出來 以前我們一向搞了十幾屆 大專會堂 現在叫大學會堂 浸會大學 今年都因為政治問題 不肯租 其他的會堂都試過 不肯租 最後我們一直的活動範圍 都在九龍多 很少過香港 今年就沒辦法了 找到北角的陳樹渠會堂 肯租 地點在哪裏 我真的不知道 他應該是在北角 北角村 以前的北角村 陳維州夫人紀念學校 現在改成啟基小學的後面 前卿就給我解釋一下地方 有票拿的 其實那些票已經派得七七八八 現在說一說派了 再印 因為你知道那些票派了 有些人也未必來的 座位只有六七八個 但是票可能派了一千張 但是一千張裡面 可能有些拿了也未必來 結果再加印幾百 如果大家有興趣 就請你去九龍尖沙咀海防道 海防大廈七字樓 台灣大學各校友會的聯合總會 就去拿 有票拿 這個就是八號 九號就是 九號有什麼呢 九號就是星期日 神舟青年父母社也是我們 神舟青年父母社 在這個旺角行人尊重區 有一個叫做中華民國國慶雙十圖片展覽 兩點半開始 如果有興趣 大家也可以去幫忙做事 也可以去參觀 因為我們很多的圖片都很珍貴 還有大概會有星氣球 有些儀式 在旺角星氣球 是啊 這麼厲害 我們已經升了很多年了 沒問題 在下午兩點半 九號星期日下午 大家有興趣可以幫忙做事 也可以去看一看圖片展覽 十號就是 正日 這個新海革命建國一百周年的籌委會 就在這個紅磡海日 那個叫做羽人碼頭 一間酒樓 延開一百席 一百席 適合一百年 一百年了 一百年了 你一定會找到途徑 我會在節目結束之後 我會在我留言版上 將這些詳細情形 留下 大家可以在留言版上再看 廣告賣了這麼多 節目很豐富 是啊 要多多支持 雙十節 也是一個中華民國建國的日子 還有早上星期 是 十號 十號就是星期一 早上在這個紅磡 早上十點半 紅磡有個星期的儀式 青山紅磡 青山紅磡 坐59X 59M 59A 或者這個興鐵 就是這個叫做蝴蝶站 都可以到達到紅磡這個地方 十點半舉行星期典禮 請大家可以準時出席 在大陸的土地上 依然能夠升起 這個青天白日滿地紅磡的地方 這個 我猜是藍營 全香港唯一能夠高舉 中華民國的國旗 是唯有這個地方 也有公開活動 歡迎大家可以來參加 所有的活動 大家可以 將來自己有空 因為星期一又不是假期 有些又要上班 大多數都要上班 但是如果你能夠抽到時間 都可以來紅磡參加一下 這個星期典禮 有沒有電話可以查詢到的呢 電話就是 都有的 都是我的電話 但是我8號呢 我又帶了團去台灣 你們要再問 又問不到 我都找了一個同一個電話 我都放上去這個留言板那裡 我再問一下 哪一個電話 最方便有人聽的 是 我放上留言板 大家如果有興趣的 又想詳細的 請到我的留言板那裡 我們這個節目的留言板 就看一看電話 然後呢 根據自己的時間 上面的安排 參加國外活動 好嗎 好 一百年私下一次 要多多支持 賣廣告又搞了十五分鐘 我們進入我們今天的節目 這個節目就是 今天講的 永遠的精神家園 國立西南聯合大學 這個大學真是厲害了 十分有名 要聽一下 怎樣介紹 哪位介紹先 我提供少許資料 首先從那個名字開始講起 國立就是當時 教育部核下的大學 都叫做國立的 西南就是指它的地方 西南的意思 就是在今天的雲南地方 雲南就是中國的西南邊 所以是西南 聯合大學 顧名思義就不是一間大學 在當時來說 1937年 盧溝橋事變之後 就由三間在北平 和天津的大學是組成的 它分別是很出名的 北京大學 清華大學 和在天津的 當時叫做 西南南開大學 這三間是聯合組成的 其實它組成的 都有少少的歷史背景 因為它一開始的時候 就不是叫做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的 因為在盧溝橋事變之後 北平地方形勢十分很險峻 於是當時來說 國民政府教育部 就已經下令 將北大和清華大學 和南開大學 分別遷去當時的中國大學科 當時遷去哪裡呢 就是去長沙 即是湖南省的長沙這個地方 就組織了一間叫做國立長沙臨時大學 後來呢 去到1938年了 即是37年至38年 南京失陷了 當時來說呢 全國震動了 為了要作長期的抗日 於是就將長沙這間長沙臨時大學 就進一步遷到今天雲南省裏面的一個地方 昆明市裏面 去組成這個西南聯合大學 在那時來說 正式成立了這個名字 就是國立西南聯合大學 昆明思義 因為它集中了三間大學的精英 三間大學的教授和校長 所以他們是 當時這間大學成為了一時的 學者和教授混雜的地方 但當然了 聯合大學 當時是走爛的 當時是打仗的 所以有很多的條件 其實都是十分之貧乏的 但都出了很多 地方很小 現在比一間中學大一點 它有兩個位置 昆明一個 有一個在雲南省的蒙治 又有另一個所謂蒙治分校 分開了兩三個校區 這間大學由1938年正式成立 位於昆明市為大學的主題 一直到1946年5月4日 宣佈結束 為何宣佈結束呢 因為四五年中國抗戰勝利 三間大學都是回到自己原有的校子 所以就是結束了 這個是西南聯合大學 短短可以這樣說 整個 大家看到這個圖片 就是當時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的 新的了 沒錯 復修了 復修了的一個地方 舊的也有的 但可能那張照片會蒙一點 我們可能也展示出來給大家看 很殘舊的 當時這間大學十分之出名 一時的進言都在那裡 無論師生 都是對後勢很有影響的 是 文科當然有 他當時來說 雖然是走爛 但他的系統仍然存在 我們看看他有文學 理學 法學 商學等等的學科 而更加難得的就是 那些學者 在一個這麼困難的環境之下 都有很多學術的論文 學術的研究報告出來的 1942年開始 有很多不同的著作 都紛紛面世 而且對後勢影響很大 這是十分難得的 講了這麼多 陳博士 又是物理出身 聽說西南聯大 有很多學者 都跟香港有很密切的關係 你可不可以介紹一下 或者我不會想問一些問題 先問一下 不要緊 比如說 如果你說 剛才提到有些人名 其實大家耳熟能長 就是 西南聯大經歷過這個階段 他有這麼多出名的學者出來 最後有哪幾個呢 楊振玲 李政道 這些是拿諾貝爾物理學獎的 科學家 科學家 其實之後可以說 由那個 後來我們看到 無論是抗戰後 一直到現代中國 那些科學基石 那些人才 幾乎都可以追溯回西南聯大 他們曾經結集了一群 在文初時候出國的 送了出去學成回來的一群人 還有鄧家仙 郭永懷 兩彈一聲 郭永懷這些都是 甚至乎周培元這些物理學家 全部都是跟西南聯大非常有關 可以說 在一個這麼密之困惑的環境裡面 還有戰亂的時候 戰亂的時候 真是因休啟勝 看得到 起碼在理工科方面 就是結集了一群很厲害的人 在一個這麼小的空間 但是促使了他們很密切的交流 是 他們是一代全一代的 譬如說 能夠啟發到楊振寧 李正道這兩位學生的 有他們的老師 吳大悠 也是西南聯大的教授 甚至吳大悠的老師 姚毓泰 他也是西南聯大 那裡有教席的 結果 雖然歷史發展 各走各路 有些出國發展 留在美國 有些去了台灣 有些依然留在大陸 但是都很能夠 我會這樣說 這個可以說是中國學術界的一個黃埔軍校 其實如果這樣 因為在這麼艱苦的日子裡 其實因為艱苦 因為整個中國都動亂 動蕩不堪 將所有民國的精英 集中在一點 是的 因為到處都戰火 連來萬 你叫他去哪裡 唯一能夠比較安定些 就是這個西南方 就是這個湖 溫濫 所以全國所有精英 集在這一間西南聯合大陸裡面 你說不威也不行 你說分散不太威風 因為你可能各自精彩 但是 將所有的人才 就放在一點裡 其實都意想不到的 就是我們今天看這個學術發展 很可能依賴一些資源 但是原來在當時的環境 就是因為有這樣的機會 令他們有交流 出了這麼燦爛的結果 我又想問一下錢老師 在文學方面 其實又有些什麼很獨特的人 還有事走出來 後來 如果說文學來說 朱智青 朱光潛 朱光潛 美學大師 沈松文 文一多 這些 吳含 史學家吳含 浮有蘭 哲學家馮有蘭 還有是研究中國佛教很出名的 湯用彤 這些都是這些 當時來說是一時的進言 這批是第一批 當時已經出了名的學者 但是有一些 都仍然是在西南聯大教書 但是後來影響得 中國的學術發展很重要的 譬如錢穆 當時來說他是一個教授 在西南聯大 但是後來他也成為了一個 在當代中國來說 儒家思想的一個大宗師 影響香港和華人社會 是十分之重要的一個學者 總共我們的開山祖 中文大學 新亞書院 新亞書院開山祖 這裡不得不共一個幕後的人物 蔣介石 你看 在這個戰亂裡面 蔣介石可以尊重這些 學術自由 是 可以尊重這些文人 是 可以尊重這些科學家 是吧 任他們發揮 任他們發展 到剛才說的錢穆 來到香港創立這個新亞書院 其實 蔣介石有付錢的 是吧 他有付錢來香港 請這個錢穆 在香港繼續中華文化的傳承 是吧 我們看到 蔣介石雖然是一個軍人出身 但是他可以說是老粗 但是你看他寫的東西 也很精彩 是吧 他的書法也很漂亮 他對文人也很尊重 我們對比另外一個毛澤東 你看 吳恆 他沒有跟蔣介石去台灣 留在大陸 文革時候去做 結果 那個下場就很低慘 其實如果看吳恆 真的是一個很唏噓的人物 俗語所謂 說得坦白一點 在戰亂 他可以繼續學術研究 但是去到一個 中國人自己統治的環境之下 竟然不能夠發揮到自己的 學術的成就 還因為自己的學術被批 而被人批判 這是一個值得很深思的問題 為什麼會這樣呢 對 馮友蘭也是 自從解放後 扭曲得很厲害 他本身做學術的那種態度 對 其實當時 馮友蘭有很多哲學的思想 在49年之後 已經跟自己以往的 學術的發展思維完全不同 其實不要小看馮友蘭 因為馮友蘭在中國的哲學界 其實他是一個很偉大的人物 因為他是繼雄十曆以後 一個很偉大的哲學家 可惜當時的政治環境 就是在49年之後 政治環境的改變 令到這批這麼結出的哲學家 不能夠進一步發展自己的學術成就 這是值得很深思的問題 不僅如此 這位馮友蘭 他是一個唯心主義論的專家 跟共產主義的唯物辯證不同 完全沒有極端 要他自己檢討 1973年的時候 就在牛棚放出來 因為你說唯心 因為你也是一個學友專長的學者 放出來 最慘的是 當時有一個叫梁孝 梁孝 梁孝 專門批鬥 他是做一個幕後操手 操刀者 一個文人 要放下自己的面子 要去奉承共產黨 真正有良心的名字 是很痛苦的 但是他也要做 批林批孔他也要寫 孔子對他來說 大哥真是他的一代恩師 即是畢生研究的一個對象 他也要去批他 因為要批真來 所以以批林批孔 假借批真來 他也要做 這些違背良心的事 馮友蘭都要 所以你看到在那個環境之下 其實文人沒有什麼瘋不瘋骨 這些人根本是受到共產黨操控 我們這樣說 在那個環境之下 我們理解 但我們未必諒解 但是今時今日 在香港這個自由地方 竟然還有這些人 這樣才可悲 那些讀書人 如果看回歷史 在西南聯合大學裡面的人 在這麼惡劣的環境之下 說真的他們的薪金一定是很低的 也沒有這麼好的設備 沒有這麼舒適的環境 甚至可能是一個教師 要自己胃口奔馳 他們很流行 去旁邊雲南大學教多一份 沒錯 不夠用 但是他仍然能夠有這麼偉大的成就 這個正正好 是給中國的學者 一個很大的啟發 是不是真的 為什麼我們現在的學術成就 還是不能夠做一個很大的突破呢 這個是很值得我們心思的問題 嗯 好了 我們也說一說 吳大游 李正道和楊振寧的老師 吳大游 這個人 是 他 他 49年之後 他跟了國民政府去台灣 是 當時 蔣介石 因為他也是中央研究院的院長 是 那 蔣介石就說 喂 你不如 我們想發展這個原子彈 他說你 去形成一個小組 去跟我研究我怎麼搞原子彈 是 吳大游呢 這個 這個 就是當時 喂 你蔣介石命令下來 我怎麼會不做才行 就是中國當時領導人 對 就是 在這個威權 之下 你怎麼會不做呢 但是吳大游 這些有學者的風骨 就是他研究過說 勞民傷財 不值得 他就直接勸諫蔣介石 要放棄 原子彈這件事我們不要研究了 就是不值得的 就是台灣這個小小的地方 也都沒有這個資源 也都沒有這個人才去研究 就不值得 那所以呢 他也都勸退了 蔣介石就不要再研究原子彈 你看到 如果當時他答應的話 我相信今天台灣已經是 在原子彈的俱樂部 就是核彈俱樂部裏面的一員 但是當時覺得都 都可以勸到蔣介石 那你覺得蔣介石也 好 就是 看重這些科學家 尊重科學家的意見 那當然 後來有殷海光 殷海光在台灣 又搞自由主義 又出了很多書 批評國民黨 但是 我們看回當時 在這個 強大的中共的壓迫之下 說大哥 我真的讓你講民主 真的讓你台灣可以有選舉的話 我江山隨時都沒有 對於 殷海光這些自由派主義 最後就是 被蔣介石 或者當時的中華民國政府 壓了下去 這個 當然是可惜 但是我們要看回當時的形勢 他不得不敢做 是否夠時間了 差不多了 好 我們下一節 如果還有可以說 我們下一節再說 西南大學的一些日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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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遙遙无朝过去 战从古幻山下水 流畅明天 学校也在这感觉 求朝别参与愿失明 今家随见 在山城 水一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